随着学历内卷的愈演愈烈 很多普通二本学生感受到了一些危机感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四处碰壁 很多企业都想要高学历人才 二本生就会去选择一些门槛较低 晋升机制又不太完善的企业 有人会说 去考边啊 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都不将学历门槛设置得很高 普通二本生可以尝试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今一些基层岗位都是竞争激烈 所以考研的同学越来越多 清北这样的院校走出来的同学 本应该是前途无量的 尤其是博士学位的同学 一般都会被作为人才引进的重点 高薪待遇并不是梦想 但是之前北大的博士毕业 以后去考城管 应热议 如今又来了一个清华博士考协颈 这位张同学的名字 出现在了2022长沙某区的协颈 二审 通过名单上 名单中显示的学历为博士 而且在后边的空格中标注了清华大学四个字 一时间清华博士考协颈的消息被大家广为传播 只是遗憾的是 这位张同学并没有被录取 这让很多人感到诧异 如今一个协颈的录取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一般协颈的报考学历在大专以上即可 有些地区要求高中学历也行 这一岗位虽然没有正式的编制 但是通过报考成功之后兢兢业业的工作 毕业生们也拥有拿到正式编制的机会 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 要是拥有警察梦 可以在毕业以后报考公务员中的相关岗位 但是一般会对专业比较限制 所以协颈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这位博士没有被录取 随后有知情人士透露 这位张同学还是在读生 所以不符合招录标准 大家的疑惑也被解开 但是对于高学历人才考基层 还是觉得大才小用 但是如今清华博士考协颈被刷 事情再次出现反转 清华大学开始着手调查 真相另有隐情 而且不少人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 都感觉惊掉了下巴 清华大学和长沙相关的人设局 对于这件事展开调查 清华很快给出回应 称在清华的在校生 应届生以及网届生信息中 均没有找到这位张同学的学籍信息 所以这位同学并不是清华的博士 随后官方的调查结果来了 真相离了大谱 让人看后觉得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原来这位张同学是一个二本毕业的学生 之所以称自己是在清华读博 其实是自己意想出来的 而且这位同学还多次在求职时谎称学历 这也让网友 对于当时用人单位的审核提出质疑 对于学历这一重要的考核项目 是不是存在疏漏呢 还有的人觉得二本生难道也要这样旺自菲薄吗 又不是找不到工作 何必为了一个考试而撒谎 这位同学的想法大家不得而知 但是二本生是不是真的在求职市场上 存在竞争弱势 还是需要是学生的能力而定 谎言容易被揭穿 与其去编造自己的学历 还不如多用一些时间 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 况且一个写警的报考 也没必要在学历上去争取优势 作为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 如何能在发展中找到合适的出路 其实学生们首先具备的就是信心 别轻易地自暴自弃 学历这一问题 并不是唯一的考核标准 大学生们 还得拥有求真务实的心态 去面对学习 知识学到手以后可以变成自己的东西 不仅是在大学里能够展示出自己的风采 在求职以及工作的时候 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能够让学生建立起自信的 就是真正存在的实力 第一学历若是存在一定的劣势 学生们就得想办法去弥补 考研和考博从来都不是说书而已 需要学生付出实际的行动 笔者寄语 从一开始的众说纷纭 到最后得知真相感到离谱 这个冒充清华博士应聘的事件 在官方部门的调查中落下帷幕 不得不为官方的快速处理点赞 但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大学生们 引以为戒 对于自身的发展要有自信 脚踏实地地去丰富自身 对于自身的调查中落下帷幕